接着带你来看到寿风乡农会 5号上午在寿风乡风华在县馆 举行113年度庆祝农民节表彰大会 在今年度大会表扬92位优秀农友 他们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卓越 而除了表扬优秀农民之外 还安排多项的精彩表演 以及小型农机具展示 让农民朋友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 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 寿风乡一年一度庆祝农民节表彰大会 5号上午在寿风乡风华在县馆举行 县长徐真卫与立委傅坤其共同出席 向农友制以最诚挚的祝福与感谢 并且一一颁赠奖状给今年96位优秀农友 并且线上最诚挚的祝福跟感谢 寿风我们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特色作物 以及我们在寿风有非常多跟全国可以媲美的 比方说我们台湾雕 现在是我们的回南雕 更能够把它这个跟踪面积做大 我们的险地也是我们的险也把它做大 我们真的可以把花莲的原料变成材料 那才能克服我们现在常常梳花崩路 一下雨就崩的困境 农业科技很重要 生物科技很重要 我们的量这么大 如果输不去我们就要想办法 所以我们在这里更希望 我们的农业的有机生产东西 还有我们的东华大学 慈禁大学 能够跟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合作 把我们的生物科技 农业科技能够落户在花莲 才能将我们这么大的生产量 转化成更有价值的材料 原料 然后原料转化成材料 然后可以不怕我们的天后的任何状况 让我们农友可以更增加更多的收益 寿风箱农会指出 在花莲眷政府农业处的辅导 以及寿风箱公所的协助之下 每年的农民节已成为寿风箱的重要活动 今年大会表扬92位优秀农友 他们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卓越 而活动现场除了表扬优秀农民 还安排多项精彩的表演 以及小型农机具展示 让农民朋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 记者徐立琴寿风相报的 庄宏 再来 农民 熧 备